从共产党变成习家党之后 第一件事儿 习去了哪里啊 习去京西宾馆 解放军控制的 到那去干什么去啊 开解放军的会 首先开军队的会 坚决听习总书记的话 习主席的话 坚决的维护 两个拥护 两个绝队 就是坚决的 习了我干啥我干啥 然后上海广东 让你们知道原家军 陈敏尔的厉害 首先去了要给你的什么 要给你来个下马威 让你上海人广东人 天军人 让你知道习家党的厉害 习家党和共产党怎么不一样 先给你合了嗓子 先给你隔离 让你在很快的时间 让你认识到习家党不同 香港的现在已经跌破 一万五千点了 然后上海已经是跌了 也是多少点了不知道 但是仅仅从共产党到习家党 美国的中概股 香港的港股 和所谓的上海的A股 大概多少钱呢 六万亿没了 六万亿人民币啊 将近八千亿美元 没了 没有一个媒体敢说 没有人敢讲 就连外国政府都不敢讲 全人类只有咱们 新中国联邦和七哥和爆料革命战友们 告诉了当时 绑架和骗架胡锦涛这种政治的所谓 这叫做政治巨大事件 严格讲这是一场政治的革命 这是一场政治的绑架 这种情况下没人敢说 我们告诉了真相 抢麦克风 抢文件 胡锦涛准备好的文件和对胡要讲的话 以及踩出胡锦涛的脚丫子 以及栗战书和王沪宁 把他整个暗在那抢夺文件的过程 和习的保镖 把他整个架走 绑架走 骗架走 还有孔邵义 整个这个过程 看到习了吗 左边右边 看李克强 当时的王岐山 李克强是他最窝囊的 然后呢 王岐山 还有这个汪洋 胡锦涛 蠢蠢欲动 停 那边要动 韩正 停 都要停 你看那一刻 习是很大声的告诉 把那个中办 邵义找来 把警卫找来 把警卫找来 把他给我架出去 你看他胡的脸都拉下来了 这个明显的事实 还有抢麦克风 全人类的媒体 没人敢说实话 现场这么多媒体 在他们进去之前 已经媒体 一个半小时已经到了 没人敢说 没人敢讲 这时候共产党干什么 习到京西宾馆开会 李克强给我站出来 坚决拥护 习主席的当中央 两个绝对 两个拥护 所以李克强这个麻麻蛋 他不是个人 你知道吗 然后现在让胡春华 所有的老常委 新常委纷纷出来表态